知名品牌咖啡进驻百货展店 同时也是该品牌第一间 以永续环保为首的概念店 2 1 请简 咖啡品牌不仅在装潢用料上 已在回收材质做成 就连点心和饮品的用料 都强调是友善养殖 跟牛奶是友善 就是那个老板 把那个牛奶的造物 那个牛造物分 那个牛奶不会磨到地上 所以那个牛保护到不会痛 所以那个爱心 而且那个鸡也非常有趣 吃有趣的东西来做出来 所以那个鸡蛋也非常好 就是因为这个观念 我一直用天然的东西 而且保护动物 这就是保护动物的那个理念 我们才要用它的东西 业者也响应台湾2050进临转型 进临绿生活的目标 提升在地食材产地减碳意识 从生活品味到环境共好 拉近和消费者的距离 资源回收可以让旧地球 爱护地球 而且资源回收也一直在利用 所以这个观念给我孩子 我说孩子 这样我们这CWA应该是这种观念 所以我们所有设备成分是资源回收的 那柜台是保利用回收的 那个都是用很多东西 用资源回收来做 我孩子给那个观念 我孩子说我们要配合爸爸来做 那个ESG ESG就是这个观念 业者新竹展店也不忘做工艺 西手新竹家福中心 将循环再利用的商品捐赠给家福的孩子 透过捐赠由咖啡家所制作的香皂 以及熏香给家福的家庭 那我们的孩子拿到这样的一个产品 对家福来讲 它是一个生活用品 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们会藉由这样的一个机会 也让孩子能够理解到 其实在生活里面有很多的东西都可以回收再利用 那透过环保教育呢 也能够让我们孩子在他们的内心 能够植入一些 不管是绿色经济 不管是环境永续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也让我们的下一代 能够慢慢的衔接 目前联合国这样的一个永续发展 环境永续发展这样的一个概念 业者响应地产递销的永续概念 在竹北门市限定贩售雷茶 即将风味的饮品 柔和在地客家风情 传递独特永续的人情味 记者万事连新竹采访报道